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像我有時候去吃麵 或者是喜歡水餃餛飩 其實我喜歡點一個叫紅油超手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叫做超手砂鍋 好奇怪喔 就是我永遠看到的超手 要嘛就是做成混沌湯 那不然就是紅油超手 我們今天這個真的是還滿特別的 我們邀請到的是范光竹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砂鍋不就是要那種就是什麼 獅子頭 對 魚頭 對 怎麼會是超手跟砂鍋搭在一起 其實這道也是川菜的 對 又是川菜 對 那可是比較特殊一點 其實還有之前都一直沒有唸錯 因為之前我最記得 我剛剛在教教他們 每次都是叫什麼 叫殺手鍋 殺手 超手砂鍋變殺手鍋 這個也滿好的 這個名字滿好的 不然下次改名好了 對 看我們等一下煮出來之後 它是不是殺手 對 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今天用這個 這個的話我可以直接在爐子上面加熱 當然也可以擺盤 也可以直接整鍋上去保持熱度 對 好 那鍋子直接上去了 對 這個其實很多人想說 這一道菜不是應該傳統都是用砂鍋去做嗎 對啊 但是其實我自己家 我的使用砂鍋經驗是非常不好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砂鍋 養鍋 你有用過嗎 我有 你覺得砂鍋好不好養鍋 還是不知道怎麼養鍋 沒有在養 它其實你只要買回家以後 它其實第一個動作你不能直接煮 你要先煮一鍋的稀飯 煮成泥 對 讓泥去塞那個縫 但是問題常常就伴隨而來 你有東西食物在裡面 最容易就吸引到蟑螂 這樣子啊 對 所以我的砂鍋 就兩次都是這樣子 然後變成就是蟑螂同樂會 對 所以你不喜歡用砂鍋 對 因為它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它在加熱的時候 溫度你如果稍微高一點 它做材質不平均的話 會裂 對 大家最常發生的 我加的就裂了 可是實際上 還是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基本的食安常識 鍋子有裂的時候 它就盡量不要再繼續使用 因為像這種不管鍋鋸 或你在吃的食品 你只要有裂縫 鋸在裡面纏身 它是沒辦法清除掉 對 所以它裂了之後 我就感覺怪怪 我就又再去買了一個 從此以後也很少用 放心 買這個燒不壞 也對咧 而且它小小還挺可愛的 對 好 那這邊我還有香菇 香菇我一樣先取出蒂頭的部分 現在我要先做爆香的料的部分 先爆香 就是把砂鍋先做好 對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稍微把它剝開 撕一下就好 這是蒂頭 對 蒂頭 蒂頭你也要用 很多其實我們蔬菜 都習慣要使用一些 就是繼承的 譬如說它會用那個湯 高湯粉 蔬菜湯粉這些 對 那實際上 我們很多食物裡面 它有它的鮮甜味道 是 那你只要善用這些炒的香 有味道 這個的話帶出食物的原味 就不用再那些化學的東西了 所以蒂頭不要丟掉直接 老師還把它很細心的把它剝開 因為我們待會兒 特別我們煮湯的時候 你不要吃到突然 一口我這樣給掉 對 不舒服 不是 因為你煮進去之後呢 可能家裡的人會覺得說 你怎樣 蒂頭為什麼沒有丟掉 所以它搞不好挑出來丟掉 對 所以你把它剝成絲 它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而且你這樣剝絲以後 我們再炒 它的味道會更平均 是這樣子 好 那另外香菇 我們把它一開始 把它切成厚厚一段一段的 對 先厚厚一段一段 好 那我們這時候先來 把鍋子這邊 我們先一點點的熱度 好 那老師你這邊請我 準備一鍋水 水 但我們要來教各位 做超少的 好 那我們還是這樣的方式 這裡面先刷薄薄的一層油 所以老師你是在鍋子 還沒熱的時候 你就刷油 對 冷鍋就刷油 那如果說你覺得技術夠好 你可以純粹就是刷黑麻油 可是我習慣上我在做這個爆香 我習慣上會使用 麻油跟沙拉油一比一 各半 為什麼 好 因為麻油它不耐高溫 不耐久煮 所以你常常有時候 你看他們在示範做菜的時候 那個在前面用麻油煸薑片 殺到整個都冒煙 冒大煙 保證那個最後喝到的 一定是苦掉的 麻油被燒焦了 是 所以老師用就是沙拉油 或其他的油 就是跟黑麻油一比一 對 這樣又可以有那個黑麻油的香味 對 可是它溫度又可以控制在 比較安全的狀態 是 因為這樣的話它可以讓 就是你的發炎點降低 對 那如果說真的還是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還有一個更簡單方式 你就先直接刷 先刷沙拉油就好 那麻油後面再補 後面再補 不然那麼好的油 你到前面燒到焦了 後面又吃不到味道 很浪費 這個倒是真的要提醒大家 而且觀眾朋友要記起來 學起來 對 像我自己本身其實我滿喜歡 那個黑麻油的味道 感覺聞到麻油就覺得 就很喜歡 有補到 對 好 那我稍微翻動一下以後 那聞到一些麻油跟薑片的味道 就飄出來 不用冰到說一定要到這個上色 是 這時候我們的香菇 蒂頭 蒂頭先下來掃過 而且是把它撕成那個 就是手撕之後的蒂頭 對 這個方式其實很聰明 對啊 然後又不浪費食材 然後又可以增加 老實說 食物裡面的那個 就是 把食材原來的那個香甜味 也把它放進去 對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也在推廣 也在做洗食的觀念 對 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不要浪費 可以吃的 全部都是利用到裡面去 真的 甚至我們現在會嚴格的計算 比方說我今天做這道菜 我可能用的比如說高麗菜 100克 然後什麼時候幾克 那最後可能我剩下 殘餘的部分 挑掉不用的部分 要剩幾克 這麼計較 這麼計較 對啊 是 但是其實 最主要就是珍惜食材 對 食物短缺 這個是我們後面 大家都會面臨的問題 所以做最大 最充分的利用 對 最重要是 把食物裡面的原味都 吃進去 煮進去 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它剛剛把 就是我們的香菇 蒂頭下去以後 它會把油會吸掉 對 好 那這時候我們 現在其實有一點 淡淡的那個麻油香味 對 麻油香味 又是通通飄出來 好 那香菇下去 下去之後 稍微拌一下 那油幾乎都被吸完了 都讓它吸掉 對 其實說實在 鍋子裡面的油 只要你有放香菇 你不管你放多少 它幾乎都吸掉 對 對 但是你香菇不能太早下去 有辦法把它油都吸光了 其他東西都煸不香 對 可是老師剛剛 只是用刷的而已 對 所以相對用的油量 都非常少 然後現在我們要進行 要做一個叫做乾煙 然後這時候 把其他的食材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一些素食的 素料 拿進來 好 那就直接加熱水 熱水 好 那我這邊再補上 兩顆的番茄 好 老師你看一下要多少 好 醃過食材就可以 醃過食材 對 再多一點嗎 對 多一點 好 我先補上一顆的番茄 一顆 對 所以老師把它切成塊狀 切塊狀 對 好 但是不要刻意去做去 那個當歸味 對 不要刻意去做去皮跟那個 去裡面紙 因為其實它裡面湯汁是鮮甜的 是 對 我們希望把它煮出就是 讓這些味道出來 所以老師其實調味料 不會刻意加什麼 就是 它用那個就是 所有的食材裡面它的鮮甜味 都讓它煮進來 對 好 那這還有一點點的 素的蝦仁 所以這一鍋砂鍋其實挺豐富的 是的 好 那這樣的話 大火煮滾後改小火 好 所以就蓋上鍋蓋 那我們就準備來做餛飩 好 那餛飩的話 我們今天用的材料也是很簡單 這邊 我準備的是 所以你要教我們包餛飩嗎 對 要來包餛飩 好 這邊的話我們有 灌完薑 好 然後 一點點的蝦芹 那我需要把它切碎 但我今天不想再切了 是 那我們一拉轉來 好 好 那蝦芹就直接先丟進去 好 那蝦芹放進去以後 那我們這邊的話 香菇 放進去 兩三片的薑片 進去 好 然後最後再加上 我們今天用的是 那個素貢丸薑 這個其實素肉這一類的話 它你在 一般傳統的塑料行都買得到 食品材料行 現在冰箱也開始越來越多 好 好 在裡面就把它拉進去 拉碎了以後 就是我們的餛飩餡 好 所以蝦芹 香菇還有薑片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素料 對 好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你要把它全部剁到細碎 好 換剁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了 對 老師 剛剛本來問我說 你有沒有在家裡做過餛飩 我說沒有 對 好 這樣 這樣就很平均 對 好 就不像這個泥了 因為那個蝦芹裡面 有三四 四五顆 對 它這樣黏得就很漂亮 是 那這個 通常這種我們的素貢丸薑 它有帶鹹味 所以你不要再額外再加 是 對 這樣子 看起來如果真的不說 還就會跟肉餡很像 對 那我要包之前的時候 補一點點的香油 再補香油進去 對 為什麼要補香油 讓它整個色澤更潤 還有吃下去的時候 會多一個香油的味道 對 因為我們的塑料 像剛剛的都蔬菜類 吃起來會比較乾跟色 對 補一點點油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說 你今天在做那個 我們一般葷食的餛飩 裡面的話還是會用 打一些的肥肉進去 對啦 對啦 需要一些的油脂 對 有時候有時候 比如說我去買肉 他會告訴我說 你不能全部買瘦的 因為這樣不好吃 對 好香喔現在 好 那拌過以後 來 我們今天要做超手 餛飩有很多的包法 那其實這沒有說 一定要包這樣子 就是你自己覺得 好看就可以了 對 好 一點點料在中間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折上去 對折 對折 現在折一個像三角形的一樣 然後壓下去 超手它其實是一個四川的那個 他們穿著的習慣 因為它就兩手拱住 拱手插在裡面的感覺 這樣子 對 所以通上去以後 然後直接反過來 抄手 反過來 對 然後它就一個圓圓胖胖的感覺 對 就變圓圓胖胖的感覺 這樣就黏住了 對 這樣簡單啦 對 所以下次老師再問我說 在家裡有沒有包過餛飩 我就會告訴你有 有 對 因為這樣其實還挺簡單的 挺簡單的 對 然後我們就繼續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 好 再看一次 所以它餛飩其實有大的跟小的 小的 一般好像操手都是小的 小的就可以了 但我們其實好像有刻板印象 好像都是麻油操手 對 大部分 紅油操手 對 紅油操手 可是實際上你那個操手 他們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料理 對啊 所以砂鍋還是我第一次遇到 對 那這樣子等於就一鍋飽了 對 一鍋飽沒有錯 而且要整個連鍋子都一起上桌 對啊 對啊 我這是太簡單了 你又省了洗盤子的時間 對啊 然後老師現在在易拉轉裡面 他也沒有要把它沉出來的意思 就直接從易拉轉裡面 從裡面去拌 對 不過這個線 你如果打完以後 盡快用完了 因為它這種話其實不耐放 是 對 混合了之後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砂鍋操手 老師會打算要放幾顆 通常的話大概就是十顆 十二顆左右這樣子 對 所以看你自己 所以理論上這個大概是一人鍋吧 對 對不對 一人鍋它其實兩個人適合啦 我覺得 裡面放很多的菜 我認為我應該是一個人 一個人就吃了 對 一個人就吃完了 然後這一鍋就準備要燒那個混沌 對 那我們把水開始開下去 這樣看起來這個混沌 其實應該煮起來其實還很快 很快 因為其實混沌裡面料也不用多 我們其實你只要水一滾 混沌皮熟就差不多了 老師剛剛我看它大概就是 咬個半湯匙左右而已 對 因為這就小小的這樣子 一搓 那這樣也比較快熟 對 比較快熟 對 那如果說今天你要做什麼 菜肉混沌 或裡面都可以做一些 其他味道的變化 對 而且我們剛剛裡面其實很 大部分是壁齊 對 所以壁齊其實也很快熟 是的 而且它把它混合在裡面之後 它其實 你可能真的是老師講 皮熟 其實它裡面餡料就熟 就都好了 對 所以反而也不要煮太久 對 不然那個皮就爛掉了 不過餛飩比較麻煩就是 你一次買那個皮 就是要買可能一個半斤 對 半斤或那個 但如果說怕用不完的話 放冰箱裡面記得我們要用紙袋 泡第二層 那不然的話就是可能 你一次把它包起來放冷凍 對 包球 一包起來就 那就隨時就有 超手砂鍋可以吃 或是紅油超手都可以 可是我現在家庭我還比較建議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習慣 就是你的冰箱好像變成百寶箱 說的東西你會一直丟 丟到後面都忘記了 是 應該是你又 所以我朋友都跟我說 地震的時候躲在你家 大概可以維持兩個禮拜 不是半年嗎 沒有 我們兩個禮拜 對 因為其實像這種的話 你少量少量現做新鮮 趕快吃料是最好的 對 所以老師剛剛是要反駁我 就是說做起來放冷凍 他是說你不要永遠 什麼東西都要做起來放冷凍 那你的冷凍就變百寶箱 那就是堆來堆去 堆了一堆東西你都不知道 對 因為這還真的 沒有 這真的都是大家 不要說 其實我自己也會常犯這個錯 可是你想想看 為了冰這個東西 你要浪費多少的電 然後還有這個東西放到後面 放壞掉機會多高 對 真的 有時候我還真的會發現 冰箱拿出來 這什麼 對 還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因為如果說像餐廳 或是我們比較大型 飯店管理裡面的話 我們放進去 還要先做鐵標籤 上面要寫這個品項 然後放的時間 日期 對 但是其實如果家裡東西不多 其實我會覺得家裡 可以試自己做做看 對 但如果說你就做這個少量 趕快吃完蛋就最好了 對 好 所以這樣差不多了 再一顆 12顆 12顆 就是要急速就對了 對 不過這真的很小 很多人水餃大概隨便就吃10顆了 對不對 對 那這個那麼小的餛飩 12顆是很正常的 好 那我們 好 開始打開 好 把它放進去煮 真的很快 對 對 放的時候丟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因為它很容易整個就開掉 好 放好了之後我們再輕輕推一下鍋底 然後輕輕推一下鍋底 讓它不要黏在底下 這一鍋真的很香耶 對 好 不要讓它黏到鍋底 好 那我們蓋上蓋子 好 冒煙也是大約在兩分鐘就好了 冒煙兩分鐘 對 那我們那一鍋打開 我們這一鍋都一直在煮耶 對 要打開啦 對 打開 好 那我要把一些蔬菜類再加進去 這件是我們的金針 我們可以吃花 金針放下去 所以你看我就知道老師一定不會一把全部放下去 一定會看一下位置 對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後面就沒有 不用再移到其他鍋子 就直接上桌了 所以現在就直接擺盤了對不對 對 順便就擺好來了 所以剛剛的那個番茄 老師說不要去皮 不要去籽 對 然後它就有一部分在那邊 就變橘紅色的 對 而且它的香氣 對 然後現在再配上那個金針花 還有花椰菜 對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的大陸妹的葉子 好豐富喔 那你也可以用小白菜葉 就是綠色葉子 對 綠色葉子的部分 這個冒煙兩分鐘 好 要蓋嗎 好 等一下 還有一個蒟蒻 蒟蒻喔 對 之後增加一種口感 好 蓋上去 好 那邊燜我就是把花椰菜 看它的顏色變成鮮綠色就好了 最主要是看花椰菜就對了 對 像我買鍋子 其實我滿喜歡透明的鍋蓋 對 它可以看到裡面顏色的變化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會不會太滾 或是湯汁夠不夠多 對… 比較不會燒到乾掉 因為經驗不好的人就是要這樣 對 好 兩分鐘到了 兩分鐘到了以後 你看我們餛飩好了 好 好 那砂鍋你看 剛好同步也都完成了 是 然後把蓋子掀開來 搶搶滾喔 對… 好 那我們就把它移到我們的木盤上面 是 這已經要上菜了對不對 對 就上菜了 這一鍋真的差不多耶 我覺得我一個人吃可以 因為裡面都是菜啊 還有蒟蒻耶 對 而且整個都非常非常豐富 那最後我們的操手 老師特地包了十幾顆耶 對 因為就是我們這一鍋 營養均衡之外 還是需要一些的澱粉 對 現在很多人都就是會盡量把澱粉減少 對 其實也不要都沒有 因為每一個食物它其實都有它的功效在 以前是我 那就是那個 我們看金字塔那個 現在的話就是 我們衛福部有推一個 就是我的餐盤 我都覺得可以上去看一看 對 吸收一些新的知識 像我們家早餐就是 一個人會有一大碗青菜 好 那今天這個也夠一大碗的青菜了 我看到青菜我就會整個人就會覺得 很清爽 很興奮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操手砂鍋 上菜囉 不一樣的操手砂鍋對不對 對 砂手鍋 砂手鍋 對 很清爽耶 就是果然就是符合我的期待 那個餛飩操手吃起來就是 很好咬 不小心咬到一個那個壁脂耶 我覺得有驚喜的感覺 就是突然滑過去 然後那個爽脆感 不然一般其實 吃操手家裡面就是肉 還有就是你會咬到那個麵皮 結果居然好多那個壁脂 一直不斷的跳出來 所以就會有那個清脆爽脆的那種感覺 沒有錯 然後再加上那個湯汁 放進去之後 好香喔 老師剛剛放的一些塑料 我就覺得有補到了 因為有黑麻油 還有一點點那個當歸的香味 當歸的香氣 對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把這一鍋 滿滿的蔬菜 全部把它吃光光 還有蒟蒻耶 對 所以這一鍋一定會非常飽 一個人或兩個人其實都可以 對不對 我們裡面放了十幾顆的餛飩 對啊 十二顆餛飩 那其實這個餛飩 我們今天做的是叫超熟 那如果說你想試試看 就那個紅油超熟的話 我們只要再去買那種 其實有現成的紅油 或是辣椒油 自己試試看 它整個的味道香氣 其實真的不輸在吃肉 不過我真的覺得 老師這一鍋砂鍋教得好 因為好多的蔬菜 然後跟又有營養 然後再來就是膳食纖維很多 把所有的蔬菜 其實沒有 你如果沒有老師今天的食材 你必須要有什麼食材 放進去就好了 是 對不對 然後很好的一個砂鍋食材 一鍋飽 對啊 非常符合現代家庭 對 如果說家裡 可能說在更簡單 更簡單的版本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最簡單的 你要煮餛飩湯 那我可能就是一點點的榨菜 好 讓一些紅蔥油這樣下去 拌一拌做湯頭 那其實餛飩哪邊都好用 對 所以你看老師 膠這個就是超熟砂鍋 又附盛了好多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變化 非常謝謝飯光主老師 謝謝素食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